接下來講一個以前常常會問的題目 台大報告就叫聯通管原理 這個是我上課教的聯通管原理 你還記得嗎 相聯通的同一個議題 同一個水域面上壓力必相同 我這樣教的目的是它會跟計算有關係 可以幫你來解決一些大氣壓力的問題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這樣教 連相聯通的同一個議題 同一個水面上壓力必相同 但是你們在參考書上 一般五十萬老師怎麼教你們的 什麼叫聯通管 管子會怎樣 水面會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會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一般老師要教這個 就是我如果是聯通管 那我們的議面會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就是你一般在參考書 五十萬老師教的聯通管原理是這個 這也是我當然要用 這個也是我等一下要用的東西 我會在同一個水平面上可以說 等一下要用的東西 OK 然後我們要教的東西叫做自留井 就是那個井挖下去之後 一般的井是挖下去之後 要往下丟筒子 裝水拿起來 還有井水 這個不用 挖下去以後水就會自己流出來 叫做自留井 地裡有礁 什麼地方自留井很多 你們地裡會礁 忘記你們是礁過的 就有礁 自留井 為什麼會有自留井 因為這樣 先不要抄 先不要抄 先看圖說明 好 這邊也會下雨下下來 當然右邊也會下雨 在乘下的左邊 下雨下下來 下雨往下滲滲滲滲 裝滿的叫做什麼? 保核帶 沒裝滿的叫做不保核帶 所以這兩個裝滿的 要保核帶 上面這個地方叫做不保核帶 保核帶 然後呢 這叫做受壓地下水 為什麼? 它上面有一個不透水層 下面有一個不透水層 它會壓在中間 這叫做受壓地下水 然後上面這一塊叫做自由地下水 好 上面的這一塊呢 稱之為自由地下水 它就是沒有被限制了 就這裡 叫自由地下水 然後呢 保核帶 然後呢 每一個保核帶 就有它所謂的地下水面 就它地下水面 一個是受壓地下水的地下水面 一個是這個 OK 好 來 老師剛才說 你如果要挖得到井水 挖到哪邊? 要挖到保核帶 你看 所以這個就有井水了 所以這個就有井水了 OK 挖到保核帶 但是這個井就是一般的井 不是自由井 但是呢 這個就是自由井 就是自由井 為什麼自由井呢 因為呢 我們根據聯通管原理 我們要升到同一個水平面上 所以呢 這裡的水 這裡的水 應該都要升到這邊 可是一開始 升不上來 為什麼升不上來? 被那個不透水層 擋住了 上不去 結果你現在挖了一個洞 打開它了 你現在挖了一個洞 打開它了 所以它就會怎麼樣? 它就會噴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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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想要升上去 它就會升上去 但是你的井口比較低 你的地下水面比較高 我想要噴到地下水面 就噴出我的井口了 對不對? 所以我自己就流出來 叫做所謂的自流井 所以自流井 但是呢 像這一口井 自流井有沒有挖到受壓地下水? 有 它是不是自流井? 不是 為什麼? 因為它地下水面比較怎樣? 地下水面 它井口比較高啊 它升到地下水面 還沒有到井口啊 所以沒有水到水下不適嘛 所以待會兒要跟你講它的條件 所以這就是我們這裡跟你講的話 好 我們有一個良好的寒水層 上下都有不透水層 那叫形成受壓地下水 那我如果開了一口井 如果我的井口比受壓水面低 根據所謂的連通管原理 我就會噴上去 就會流出來 我們叫做所謂的自流井 就是自流井 好 這個型學測考過 我在學測考的時候 考一個比較沒水準的考法 它問你要怎樣有受壓地下水 上面透水下面不透水 上面不透水下面不透水 上下都透水 來看什麼 上下各有一個不透水層這樣子 OK 重點 有個受壓地下水 那如何才會有自流井 井口要比受壓水面來的第一 什麼原理 連通管原理 這個圖 OK 換一張圖的意思一樣 就圖的意思一樣 下面有個受壓地下水 上面有個自流地下水 左手 右手 這邊的前井 都是挖到上面自流地下水 一般的井 中間有一個非自流井的深 它挖得好深 可是它有沒有自流井 不是 因為它的井口比較高 因為自流井 為什麼 因為水面比井口來的高 它就會流出來 所以 所以 要能夠產生 這個條件是什麼 第一 要有受壓地下水 那怎樣才有受壓地下水 上下都不夠水 剛剛講學生跑過嘛 上下都要不夠水層 這樣會形成一個受壓地下水 還有 要挖到哪邊 你要挖到受壓地下水 但是還怎樣 你還要 井口比受壓水面來的怎樣 第一 地下水面比較高 這樣你才會形成自流井 這樣才會形成自流井 只要自流井形成的條件 只要說自流井形成的條件 其實你要能夠曉得 OK嗎 可以嗎 可以嗎 OK嗎 好 好 就讓我問這個吧 不